答案,我就是把它贴到这边,也许是图档,也许是文字 另外,如果你们开启之后,你会发现这边有开启的同学会出现 不过,你们这边会出现匿名,主要是你们有登录Google账号 但如果你有登录Google账号的话,这边应该会出现你的那个,应该是你的那个头写 或者是你看有没有设定,你的名字,那假如说你有相关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人数众多 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的去看,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有问题,也欢迎你可以从云端上面提出 因为在旁边这边有一个类似像即时通,或者像MSN的,你可以从这边点击,然后把你的问题打上去 那我就可以马上看到了,这也是一种互动方式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方便提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在这边提出来,这边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再来看刚刚的问题 就是如何把这个手机,那我们几个问题,REPD加上LEN,这两个函数 那如果说要套用在这里的话,该怎么做 实际上你可以在切到综合练习,那第一个我用那个,我们大概几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用函数的方式解,不过函数好像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解 那函数至少有两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REPD加LEN,等于这个地方 做法第一个就是说用那个串接的方式,AND 那特别注意,你要串接那个储存格的资料的时候呢 记得,比如说09,那记得要前后加一个双引号 双引号开头打个09,双引号结束 表示09它是一个自串,AND串接 那如果你要串接什么呢,串接那个11的话 再点击这个储存格,0911嘛,他就把0911串过来 然后呢,AND,那你还要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那个minor符号,那你就是直接什么,AND再串接 那那个符号的话,一个双引号 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减的符号 你就是直接按一个减号,然后再把它前后用双引号包起来 这边这个地方不要打错哦 而且这个观念很重要,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串接这个文字跟非文字的话 一定要用这样的规则 如果你做错的话,那你的那个手机号码就出不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个minor符号 再来串接什么,理论上应该是串这个区码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就AND,再AND串接 串接什么,串接这个区码 那可是问题哦,如果你把它打勾的话 理论上它是少个0 那怎么样补这个0 你想说补这个0,会不会是这样子 这样子打勾 0.8.4 不过,大概1,2,3,OK啦 再往下的话,那就不OK了 为什么?因为它变多一码了 打电话如果多一码,一定打不通 所以不能这样子 要必须怎么样?有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判断说你这个 所以,第一个如何判断它总共 原来总共几个字 然后呢,它如果只有两个字的话 那要补一个0 如果它一个字,要补两个0 诶,那怎么去产生一个逻辑啊? 不过,这一题我觉得比较要绕一下 就是说,你必须用多少? 用3去减 判断掉